八位女星聚任整容传闻、杨颖、杨子、杨幂等军列其中,就照曝光尹热议,真实面貌变迁成焦点 在娱乐界,女星们的面容之美往往成为她们职业生涯中的关键因素,影响着公众形象及长远发展 然而,这八位女星面对整容质疑时,坚持未动刀的态度,引发了公众对她们昔日与今朝面貌对比的浓厚兴趣 这些对比照片,直观展现了时间或许与微调共同作用下的显著变化 一、居静一 居静一独特的魅力让众多粉丝为之倾倒,从可甜可言到人间有物,甚至跨越国界,赢得了国外媒体的高度赞誉 借由这股热潮,她频繁亮相于各大综艺与影视作品之中 然而,随着名气的增长,关于她早年选秀时期的旧照也被曝光 与现今光彩照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时的她肤色略显暗沉,单眼皮小眼睛 眼神中少了几分如今的灵动与光彩,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同一人 这一变化,不禁让人猜测她是否踏上了整形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居静一的写真逐渐展现出青春靓丽的气息 已能窥见她对美的追求与探索 这一转变,无疑是她美上觉醒的标志 也预示着她正是踏上了自我蜕变的旅程 其中,鼻子的调整尤为显著,变得更加挺拔 为整体面部轮廓增添了立体感 然而,这一变化在初期似乎并未能与整体颜值完美融合 略显突兀,但随着后续调整的深入 脸部线条逐渐流畅和谐 最终呈现出如今令人惊艳的容颜 面对外界的整容质疑 居静一始终保持着低调与沉默 未曾正面回应或解释 二,杨幂,杨幂,从四岁起便踏入演艺圈 可以说是观众眼中的童星成长记 小时候的她,眼神中闪烁着灵气 然而,成年后的杨幂 其外貌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 尤其是在脸型上 与小时候的精致感相比显得棱角分明 甚至在古装剧,如《神雕侠侣》中 饰演郭湘一角时,阴芳脸特征而被戏称为嫩牛舞方 这一变化,无疑引发了外界对她是否整容的广泛猜测 杨幂在事业上的拼搏精神是众所周知的 她对自己的外貌自然也有着极高的要求 为了更好地适应各种角色和镜头 她对自己的脸部进行了微调 力求在镜头前呈现出最佳状态 在拍摄电影《小时代》时 杨幂以尖下巴的形象亮相 这一变化再次引发了公众对她整容的热议 面对整容的质疑 杨幂曾以拔牙导致脸部自然变瘦为由进行回应 这一说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界的压力 但真实性却难以验证 毕竟 拔牙对脸型的影响相对较小 难以解释她如此显著的外貌变化 因此 对于杨幂是否整容的问题 至今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 3 杨子 杨子 从小时候那张胖嘟嘟 充满稚气的脸庞 到如今在荧幕上展现出的精致与成熟 她的变化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 在童兴时期 杨子的可爱形象深入人心 但宋丹丹的直言不讳 以及新戏开机前的突然被替换 都让她在演艺道路上遭遇了不小的挫折 然而 这些经历并未让她放弃 成年后 杨子在多部剧集中依然保持着肉嘟嘟的形象 直到欢乐颂的播出 观众惊讶地发现 那个曾经的女孩已经悄然蜕变 肩下巴 消失的婴儿肥 让她的整体颜值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一变化 自然引发了外界对她是否整容的猜测与讨论 然而 面对这些质疑 杨子选择了矢口否认 将颜值的提升归因与减肥的效果 虽然这一解释可能难以完全消除所有疑虑 但不可否认的是 减肥确实对一个人的外貌有着显著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 杨子在事业上的腾飞并非仅仅依靠外貌的变化 而是她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与扎实演技的积累 4.金晨 金晨作为名校舞蹈系的高材生 她以读舞金奖的辉煌成就踏入演艺圈 然而 演艺圈的竞争远比舞蹈舞台更为激烈 尤其是在颜值至上的当下 金晨的出入行之路并不平坦 面对市场的审美趋势 金晨选择了整形这一方式 这一决定虽然伴随着风险与争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 整形后的她确实在视觉上更加精致小巧 五官也更加抢眼 特别是那双水淋淋的眼睛 仿佛能说话一般 为她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金晨的面容似乎也陷入了科技与狠活的漩涡 颜值的不稳定性 让她在角色塑造上显得有些吃力 尽管如此 她并未放弃对演艺事业的追求 而是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不懈的努力 在综艺真人秀中成功出圈 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 五 杨颖 关于杨颖是否整容的争议 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14岁时的杨颖 虽然已踏入模特圈 但那时的她并未展现出如今令人惊艳的美貌 鼻子扁塌 脸部线条 不够流畅 这些特点让她在美女如云的演艺圈中显得并不出众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颖的颜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曾经的农村小土妞蜕变为了现代审美下的女神 关于整容的争议 杨颖一直保持着低调而谨慎的态度 她曾以整牙为由解释脸型的变化 但这一说法并未能完全平息外界的质疑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甚至不惜花费重金寻找公正机构进行鉴定 并全程直播以展现透明度 然而 最终为她做鉴定的医生却澄清 那只是美容咨询与整容鉴定无关 这一结果 让整容风波在她身上依旧挥之不去 6.张萌 张萌原本是一位 极具辨识度和灵气的演员 在下加三千斤和天龙八部等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让她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业界的认可 然而整容后的张萌 面部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 苹果机的突出 让她失去了往日的可爱与灵气 这种变化不仅让她在镜头前显得不自然 也让她失去了许多原本可以争取到的角色机会 更为严重的是 她还因此遭受了网络暴力的攻击 这无疑是对她心理和精神的双重打击 面对这样的局面 张萌本人也深感后悔 她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自己当初整容的决定是出于对美的追求 和对自身形象的不自信 但没想到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她甚至坦言 自己曾经因此失去了一个 已经确定由她出演的重要角色 这让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整容的代价 7.舒畅 舒畅在《笑装秘史》和《宝莲灯》等 经典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 那时的她正值青春年华 20出头的年纪里 一双大眼睛闪烁着灵动的光芒 仿佛能够洞察人心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她的演技自然流畅 将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演艺圈的新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竞争愈发激烈 在这样的环境下 舒畅也面临着年龄和形象的双重压力 为了保持自己在演艺圈的竞争力 她选择了对自己的面容进行微调 下巴变得更加尖细 眼睛也似乎比之前更大了一些 这些变化让她看起来更加精致 但也失去了些许曾经的灵气和真实感 尽管微调后的面容让她在镜头前更加上镜 但皮肤的自然紧致感也随之消失 不过 这种变化也让她看起来更加真实 更加贴近生活 毕竟 随着时间的流逝 每个人的容颜都会发生变化 这是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 8.陈述 陈述不仅拥有精湛的演技 能够深刻地诠释各种角色 更以其独特的颜值和气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然而 陈述的美丽并非天生如此 在出道前 她的外貌并不出众 甚至可以用乡下土媚来形容 五官不够精致 脸型也是国字脸 这样的形象在美女如云的演艺圈中显然难以脱颖而出 但是 陈述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梦想 她深知要在演艺圈打拼出一条血路 就必须对自己狠一点 于是 她选择了整容这条路 通过手术改变了自己的外貌 整容后的陈述 五官变得更加精致 脸型也变成了肩下巴 更显得气质出众 尤其是她的双眼皮手术 更是让她的眼睛更加有神采 仿佛能够说话一般 这样的改变让她的颜值飙升 也让她在演艺圈中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认可 从此 她在娱乐圈中混得风生水起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 然而 整容并非没有代价 随着时间的流逝 陈述的整容后遗症开始显现 在她去年的作品中 可以明显看出 她的脸部肌肉有些僵硬感 这显然是整容手术带来的副作用 尽管她本人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但观众和媒体都心知肚明 这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整容的利弊和后果 以及娱乐圈对于外貌的过度追求和依赖 明星在面对整容问题时 往往更加谨慎和低调 他们深知天然美貌的红利 也担心一旦承认整容可能会损害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进而影响事业发展 因此 即使私下里进行了整容手术 他们也会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提及或承认 然而 这种隐瞒和否认的做法并不能长久维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整容手术带来的后遗症可能会逐渐显现 如面部僵硬 眼歪嘴斜等问题 这些都会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此外 现代科技和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 也使得明星的任何微小变化都难以逃脱公众的眼镜 因此 对于明星而言 更重要的是要真诚面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 同时 社会也应该对整容行为持有一种更加理性和包容的态度 整容手术是一种个人选择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美丽和自信 对于明星的任何微小变化